的版本是已經確定二讀通過了 那現在可以看到民進黨還是高舉著相關的旗幟 就是希望可以退回去重審 因為現在的話 國民黨跟民眾黨是來提案 希望可以繼續來審第一案的三讀的程序 但是現在的話 他們是搬出新的道具 可以看到紅色、藍色以及白色的大顆的球 以及現場在高喊口號 帶你來看 好可以看到現場的話 其實他們是持續的在高喊口號 但是稍早的話 其實有產生這個肉搏戰 也就是國民黨立委羅志強 以及民進黨立委邱應有爆發口角 也就是邱應穎拿著扇子來打羅志強的手機 而稍早邱應穎也有最新的回應 帶你來聽 剛剛羅志強委員又再來一次 那個嘲笑的臉 那個輕蔑的臉 那個侮辱的語氣 眼神 我現在沒有辦法忍耐 我努力了十年 我不在乎多等一下 我只希望他能夠通過 我只希望大家能夠正視這個可以救人的法案 而不是被你們國民黨拿來當棋子 拿來當遮羞部 羅志強不斷的來挑釁 所以我拍了他的臉一下 然後許巧心陳玉珍就過來了 我的衣服就被撕破了 好可以聽到邱應穎的說法 就是他是因為 再生醫療法的部分 羅志強是狂酸他 再生醫療法 沒有辦法來進行相關的程序 而他也有售出他的這個衣服也是有破洞 因為就是被許巧心跟陳玉珍等人來拉扯而破掉 而今天稍早的話可以看到韓國也正式宣布 今天會延會 也就是會延會到再生醫療法之前要審完才會結束 那以上就是目前的現場最新狀況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